交流電力監測物聯網系統 運用電壓電流感測器來量測相關數值 再經由物聯網即時上傳到平台 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或平板即時掌握電力的情況 發現問題可以即時處理避免電力浪費 那我們這個設備基本上可以很明顯看到 透過功能因子去監看 當你的功能因子低於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的系統就會自動跟你告警 然後建議你把設備換掉 或是去做一些維修 這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我們最重要是 可以把這個設備 應用在一個生產線上面 譬如說我們現在同學來上課 那他會用到電腦的部分 那電腦我們就可以去監控他用了多少的電 另外一個我們這個空間裡面 為了同學要上課我們要開燈開冷氣 那我也可以同時去監測 該大學資工系蔡華良教授林榮永主任 帶領大三學生開發 交流電力監測物聯網系統 透過智慧電力監控來節能 參加2023第19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 同時貨班創意特別講和佳作 報回獎金一萬元 我們的電壓是可以測量 110伏特以及220伏特的 那麼我們將電壓電流這兩個參數 運用程式碼去計算可以得出功率 頻率 功率音質以及電量 那我們現在有這六種參數了 那我們將這六種參數利用物聯網 上傳到ThinSpeak平臺上面 大概在這裡這個地方 然後呢這個ThinSpeak平臺呢 還有提供ThinView這個App 可以使我們的行動裝置 進行遠端的即時監測 傳統的電力監測依靠人力 創新發明的交流電力監測物聯網系統 節省人力也方便管理 目前這項發明已經提出了專利申請 並於廠商激情洽談中 渴望即轉給業界來做使用